大家好爱吃鱼的小猫君又和大家见面了 相比于小金FM的娇羞 大金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LV的KCON 据说当时有粉丝用韩文大喊 金秀贤请和金志愿结婚之后 大金那个得色的反应 感谢楼下秀宾提供了详细过程 现场一个男粉丝超大声喊了 结婚吧 更志愿 旁边你Mick也听到了 跟秀贤说你应该很开心吧 原来Mick也磕CP 听到Mick话后 秀贤呵呵傻笑了一下 然后往那个男粉丝方向那里比了个心 比完心后 那Mick说了一声 谢谢以上事件大概十秒内发生的 磕了这么多年CP 头一次见还没开始挖 两口子自己把自己捶了的 他要不加这句话 什么事都没有 他要不删照片 也什么事都没有 大金曾被问到 你选择项目的标准是什么 他说我选择项目 是基于作品中角色魅力的魅力 如果我被吸引去表达那个角色的魅力 我就会决定接下这个角色 当我收到《眼泪女王》的剧本时 我被白显与微妙而聪明的性格 以及她隐藏的可怜的魅力所吸引 这是我第一次扮演丈夫的角色 所以描绘一对已魂夫妇的情感动态 和与公婆一起生活的经历是一个新的挑战 还被问到您现在人气这么高 我很好奇您的个人近况 他说收到如此多的爱让我很开心 从6月开始 我开始了亚洲巡演 访问了曼谷、横滨、马尼拉和台北 接下来的行程是香港、雅加达 最后是首尔 我品尝了美味的当地美食 并在行程间隙进行了一些短途旅行 在补充能量的同时 我也在为新项目做准备 上次去LA机场 有饭问大金 他回答说是咪咪 还被问到《眼泪女王》受到了观众的热烈喜爱 你希望观众如何记住这部作品 希望它传达什么信息 他说如果观众看完后能受到启发 向家人、配偶和朋友表达自己的感受 我会很高兴 我希望《眼泪女王》能成为人们长久的回忆 并成为人们有一天想再次观看的电视剧 还被问到在拍摄电视剧《眼泪女王》的过程中 有什么难忘的事情吗 大金说我们在德国拍戏待了大约一个月 我记得拍摄和休息日都计划的很周全 在休息日的一天 我去了动物园 没想到动物园这么大 此外 我清楚的记得第一次吃烤猪肘时的情景 当时非常震惊 你不应该叫它猪蹄 它是烤猪肘 如果你去德国旅游 你应该至少尝一次 我强烈推荐 难忘的还是德国猴 还被问到 距离你的上一个项目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你最近通过《眼泪女王》与粉丝们重聚 你对此感觉如何 大金说我为这个精彩的项目努力了一年 我想在《眼泪女王》中很好地描绘爱情和家庭的故事 如果观众在看剧时笑了 感同身受 哭了 那么我相信我实现了我的目标 在《寻回演出》中我能真正感受到 人们有多么喜欢《眼泪女王》 也有很多人是通过《眼泪女王》第一次发现我的 我会继续努力的 我要感谢喜欢白嫌玉和《眼泪女王》的粉丝 也感谢《眼泪女王》团队 大金香港FM的观众终于来了 款式好多呀 这是金秀贤放出的香港的官方周边 金秀贤你藏不了一点 知道你很幸福了 金志愿早期透过《继承者们》 《太阳的后裔》及《三流之路》等剧集知名度大开 后又陆续透过《爱在大都会》 《我的出走日记》等口碑家具收获好评 细腻演技深受肯定 今年他则凭借新剧《《泪之女王》》再度翻红 不仅母胎神颜美出新高度 精湛演技更是收获观众高度赞赏 使得金志愿人气急剧攀升 《泪之女王》薄蔽后代言接到手软 称为新一代广告女王 韩国男女神金秀贤与金志愿 因合作类之女王伴夫妻 爽金CP化学反应报表 粉丝以他们剧中女儿的名字秀兵自称 希望爸妈假戏真爱 金秀贤日前在IG疑似晒情侣pose招后删文 还选在金志愿台北见面会晚上6点开场时 上传两周前坐在店家前持冰的犹台记录 被粉丝发现背景铁卷门藏亮点 解一双关金志愿的名字 让秀兵们还翻 知乎刻到了快公开恋情 爽金CP绯闻传的沸沸扬扬 金志愿举行见面会 《白命万》 回顾拍摄《泪之女王》的花絮 也聊到与剧中金秀贤的幕后故事 金秀贤恰巧在金志愿见面会准点时 突然在IG上传两周前来台的旅游照 他坐在店家门口的椅子上吃冰 背后铁卷门上出现为跆拳道加油的图案 刚好露出Typeio Support字样 由于金志愿的名字 志愿韩文发音与志愿同音 秀兵们纷纷联想到 台北请志愿志愿写音双关 激动大喊 爸爸在帮妈妈加油 太甜了 爸爸高招 粉丝刻好刻满不是没有原因 金秀贤7月6日来台举行见面会前 曾在IG分享四张费率冰场花絮照秒山 眼间的粉丝发现其中三张动作 神似金志愿上月来台出席时尚活动的照片 引发情侣Poslovstrom疑云 被怀疑是隔空是爱 还出动经纪公司出面辟谣 没想到金秀贤在台湾见面会两周后 刻地选在昨晚金志愿台北见面会 博出邮台照 不免让秀兵们觉得是另类放闪 海报两次放闪都跟台湾有关 台湾果然是秀兵国 金志愿以类之女王的高冷霸气老板红海人 再创事业高峰 剧中与金秀贤饰演的老公白贤佑结婚三年 又甜又虐的互动全返无数 他昨见面会上提到拍摄时 常听李素罗对你一往如稀 白贤佑和红海人不是焚焚睡吗 听这首歌会让我思考海人在自己房间时 会有什么样的心情 透露拍夫妻吵架戏前 会喝薄荷巧克力补充能量 最后还被台湾粉丝的应援感动爆哭 累之女王当之无愧 目前金秀贤正在拍摄新作品Nog of 金秀贤主演的超人气韩剧《累之女王》刚刚落幕 果然秀曼再次发挥超强收视率能力 该剧超越爱的迫降 在TVN历代电视剧收视率榜上登顶 所有人的目光也都集中在了他的下一部作品上 金秀贤出演朴旋熙导演的新作Nog of 韩网NAMUWIKI百科中 他的名字已经出现在主演栏中 而李忠硕与金志愿这对颇受期待的荧幕组合 原本即将在网飞剧《下次见》中携手演出 然而就在剧本研读会前夕 这场合作却戛然而止 有知情人士透露 李忠硕在研读会前一晚突然宣布退出 这一决定无疑给整个剧组带来了巨大冲击 据说告吹的原因是因为南方两年半没拍戏 《眼泪女王》受益加成最大的演员 莫过于女主角金志愿 出道十多年来一直不温不火的她 终于在32岁这一年迎来自己的首个破圈角色 越居一线女星成为韩国的刑警收视女王 同时外界也在观望金志愿能否成为下一个宋慧桥 中国观众首次了解到金志愿 还是她在继承者们中扮演的傲娇大小姐刘瑞丑 《眼泪女王》中金志愿再次出演了一位 财阀前金百货女王洪海人 这个角色不仅需要傲娇强势 也要有温柔智慧 更需要面对绝症 婚姻企业崩盘等复杂状况的处理 经过岁约洗练的金志愿 细腻地把握住了洪海人 这个色彩丰富的角色 观众感叹 这不就是刘瑞丑留学归来吗 财阀千金不是金志愿的舒适区 而是她的统治区 百想艺术大赏公布入围名单时 金志愿并没有进入事后争夺 很多网友都表达了疑惑与愤怒 这种反应也恰恰说明金志愿的表演 赢得了极佳的路人员